你們的到來對我們台灣的同業是非常的鼓勵 接下來一定會用我們的最專業最熱情的與你們交流 我們未來希望建立在我們的這個多方面多國的大家的交流 希望商業更好經濟更好感情更好謝謝 一年一度的全國保全日 2022年12月30號下午即將在台中市烏日高鐵特區舉辦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保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12月29號晚間 特別在台北福華飯店三樓金龍廳設驗款待來自亞太地區 馬來西亞、韓國、越南、美國、印度跟斯洛伐克等 來自六個國家的海外貴賓 總會長張達昌特別從台中北上主持這場迎賓晚會 在致歡迎池之後也有一場靜歌熱舞的精彩演出 讓許多國外貴賓感受到台灣濃濃的人情味 我感覺這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項目 因為我們在馬來西亞 我們也想有一個保全日 這個保安的全國的一個日子可以我們慶祝的 我曾經投入台灣的國際貴賓 我非常有意義的保全日 保全日和保全日 保全日和保全日 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 加强官方跟民间交流 玩宴在九过三巡之后 大家也都上台载歌载舞 充分展现四海一家接兄弟的情谊 场面相当温馨热闹 气氛还翻天 现在是更多也三十点 我回来台湾 我在1999学校 有助理的事件 我们地贴台湾的组织 还我选择保护来台湾 因为在代湾勿体产业 政大局的行政法 第一次 ministry of the India is issue on guideline that no border area should be connected for the supply of the intent of the goods in specially in security. 在这场英语宝会在华上关美的据点之后 2022年12月30号上午大家一起出发南下台中 参加下午4点在台中高铁特区 珍爱花园饭店举办的台湾全国保全日活动 预计副总统赖清德也会到场参加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